有甲乙两个平行四边形 甲的面积是120平方公分 乙的面积是180平方公分 若两平行四边形的高相等 且甲的底是40公分 请问乙的底是几公分 讲到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我们先回想一下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怎么算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是底乘以高 那我们有一个计算公式 我们就可以推导出其他两个计算公式 我可以说平行四边形的面积除以底会等于高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验算法则 那平行四边形的面积除以底 我可不可以说这样可以算出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比上底的比值 前项除以后项 就是前项比上后项的比值 而这个比值就是高 题目又告诉我们这两个平行四边形的高相等 也就是说比值是相等不变的 比值不变就代表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可以和底 成正比 既然成正比 那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变成多少倍 底就会变成多少倍 我不需要特意去求出高是多少 我利用正比关系就可以算出乙的底了 我们先看看乙的面积是甲的几倍 我把180平方公分除以120平方公分 各位同学算看看 算出来的结果应该要是1.5倍 面积变成1.5倍 底也会变成1.5倍 底就从40公分变成1.5倍 40乘以1.5 答案是60公分 所以乙的底会是60公分